最近呢我发现呢我自己的电脑的风扇是不对劲的 这一体水冷就是ID cooling的ZoomFloor360 然后我拆了以后发现我去里面有些很很多黄黄的那个水 然后有一些颗粒物一些硬硬的颗粒物 有些砂石一样的颗粒物 还有呢就是一些续状的物体 哇太恶心了 那我在拆之前啊我电脑温度是待机70几度 然后水冷的这一个水冷排的风扇呢去2000多站 然后我维护了之后呢现在才600多吨 那我就和大家建议一下得准备些什么东西 然后排空方面我自己是怎么做的 那首先是准备一些超纯水 这个X宝有卖马云爸爸上面有卖 就几十块钱小几十块钱吧 就考虑到你以后可能要定期养护 所以说买瓶大的备用问题不大啊 螺丝刀啊 这个是得拆你的这个水冷排螺丝 你也同时要去拆那个一体水泵嘛 然后一个大一点的抹布 这非常重要 这个得把它拖住啊 把这个一体水冷拖住啊 你的水冷排得放上面 你这样拖住 然后再加水 另外呢 就注意方面就 全部上到底部的螺丝 举个例子啊 这是其他品牌的图片 螺丝得全部拆掉 包括这个外壳 整个这个LED的外壳 外壳你也得拆掉 如果你不拆掉的话 你注水换着新水的过程中呢 会藏水 你这个盖子藏水 里面还有那个LED的 这是环状那个主板和排线的 所以说把得把外面那个壳给拆掉 这些是注意事项 然后最后是排空 排空我自己是怎么操作的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话 你可以外接一个电源的话 那当然是一边开水泵 一边换水 一边排空了 但是我这种手里没有 这种装备的人呢 我是采取了重复安装的方式 进行一个排空的 那就是加完水 装好以后 盖上电脑 然后启动 它会有一啪啪啪啪的 那空气声 OK 说明里面有空气 那再拿出来 那再是重复那种正常的摇晃啊 把那空气想办法怎么排 冷排到上面 你这个水泵到上面 然后摇晃摇晃摇晃 尽量的 如果还是很明显的 试多几次 如果不太明显呢 我的方式呢 就放这用算了 没事 就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自己 换ID cooling的 这个水冷水冷液的一个心得 就这样子 拜拜 拜拜